女兒躺在胸口深情對望的畫面 滿滿母愛 也看出孟耿如初為人母的喜悅 黃子嬌和愛妻喜貨愛女黃玉米 受到各界的祝福 但最特別的祝賀是她 總統蔡英文送上祝福賀卡 歡迎玉米來到地球 甚至寫下我要祝福玉米 健康快樂長大 獻上最大祝福 署名蔡英文 但朱雪恆在黃子嬌臉書底下留言 只為蒼生說人話 不為君王唱讚歌 詩孩不見一滴淚 一保利見總統塔 質疑總統蔡英文 對十個嬰染疫過世的小孩 毫無文問 黃子嬌則是高EQ在下方留言 大家辛苦了 我會讓大家暢所欲言 這是社群的意義 更說自己的習慣 就是不管是什麼禮物 都會發文致謝 黃子嬌其實發文 開頭就解釋因為工作 難免碰到政治人物和明星 所以包括台中市長盧秀燕 甚至送花籃祝賀 新北市長侯友宜 新竹市長林志堅等人 都在臉書留言祝福 也希望外界不要做過多聯想 替這場風波出免還夾 華視新聞 林立廷 彭冠玲 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宇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潔一起看新聞吧